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TVB的處境劇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星期三晚那一集 竟然出現了 十四秒鐘的 五一抗爭手勢 有些眼淚的藍營網民看到之後 馬上在網絡上風傳 然後還有人開始醞釀說要罷看TVB 究竟TVB的官方回應是怎樣的 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實際上這個所謂抗爭手勢的畫面 不是由演員來做的 而是有兩隻黃色的膠手套 放在電腦屏幕上 一隻手套就舉著五字 一隻手套就舉著一字 所以在鏡頭面前 足足就播了十四秒 這個黃色的膠手套 TVB的官方回應是這樣的 說已經看過播出的片段 這個場面確實已經播出了 究竟是有心被人做出來 還是整件事是巧合來的呢 他說 在公司的角度來說 巧合的機會比較小 相信是有心人刻意做出破壞情況 公司會嚴肅了解事件 找出這些故意製造破壞的人 無線絕對不能接受 也不能容忍類似事件發生 由於事件牽涉到太多人 要找出涉事者也不容易 但都是必須要去做的事 那些藍營的網民當然非常鼓掃 弄兩隻黃色膠手套 舉五大訴求決一不可的抗爭手勢 香港第一才子陶傑看過相關的片段以後 他就這樣說 除了這個膠手套引領觀眾視線之外 其實 佈局也是極為奇妙 他首先指出 說劇中的人物正在從事大訴求的勞動工作 而勞動節剛好也在5月1日 所以也是5月1日 另外陶傑還說 劇中的六名年輕男女 有四人身穿黑色的內衣T-shirt 暗示成全六四精神 還有 劇集的左上方有一個水桶 就是藍色的水桶 暗示藍色是硬膠 另外又有一雙黃色的柔軟手套 蓋住的水桶蓋 而且旁邊還有一支清潔劑 陶傑就說 不知道是否預意 唯有黃色的噴液才能清除病毒的隱遇 哈哈哈哈哈哈 當然 可能當中有多少是穿鑿附回的 但始終來說 那14秒鐘的 五一手勢 TVB自己也認了 人為的因素居多 難怪那些 藍營的網民 市民看到之後 暴跳如雷 他們最熱愛的TVB 最熱愛的傳統媒體 竟然間出現了14秒 那麼大逆不道的畫面 難怪他們 個個都大哭 說要罷看 但是他們 不得把口才好 這頭說罷看 那頭又繼續看 因為 根據一些報導所說 就說TVB 其實那些收視 就是屢創新高 只不過在上半年 仍然錄得了2.93億的虧損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吊詭的情況呢 明明收視率是升了 照計收益是會多了才是 那不是 原來TVB的廣告收入大跌 根據HK01的報導所說 說免費電視今年上半年的廣告收入 大跌69% 去到3.51億元 即是說 那些廣告商是落少了廣告去傳統媒體 這件事是很容易理解 一來有經濟下行 這是環球的趨勢 二來有疫情大流行 所以哪能來這麼多廣告才行 故此就算TVB的收視有起息 錢仍然是虧 但是為什麼TVB的收視 會在這半年之間 升了那麼多呢 比如說 什麼 發政先鋒4的收視 創新高 最高收視率的一集 是去到40點 為什麼會高那麼多呢 當然是跟目前的大環境有關 很多市民 根本上就沒有其他娛樂 卡拉OK又封了 然後 食店又說有限聚 又說晚上不准堂食 然後 全香港的市民被迫在香港的困獸 不能外出去旅遊 根本上晚上就沒有其他娛樂 變成了很多市民被迫要開著TVB來看 但是是否標誌著 TVB的劇集 質素上升了很多呢 我就覺得不是這樣看 純粹是環境史然 一旦疫情是好轉 或者是有疫苗的時候 如果重新開放旅遊 一定有很多香港人會報復式地走向外出消費 這是必然的 甚至乎一旦開放娛樂場所的話 那些市民晚上去打牌也好 唱Key也好 出去吃飯也好 逛街消費看電影也好 怎會看TVB才行 實情這個電視就已經是夕陽行業 就算疫情是好轉也好 都不代表TVB的廣告收入 是會隨之上升 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市民根本上已經傾向了其他的娛樂 或者是其他的選擇 尤其是現在在鏡頭面前收睇的各位亦有 已經是先進的市民 根本上大家在網絡世界當中 要看些什麼就有些什麼 就不需要像以往六七十年代 單向式 總之電視台播什麼給你呢 你就要局看 然後播兩個字的劇集 又要看一個字的廣告 現在還哪有這支歌仔唱的 就算在YouTube那裏彈出廣告 大家也可以 略過了它 當然我希望大家不要這樣做 所以市民逐漸已經擺脫傳統的媒體 這是大勢所趨 所以就算疫情過去也好 TVB究竟會不會有起色也成問題 接下來我們又說另一件事 這個海洋公園 就沒有那樣整那樣 他們就宣佈了 說為了重新開放 就準備就緒 重開之後 他們的主題是什麼呢 是一樣的海洋 不一樣的體驗 由十月起 就會推出全新的深度有 深就是森林的深 那有什麼活動呢 說出來 你都笑 掩著半邊嘴 他說 活動就包括了 在海洋公園範圍裡面 做瑜伽和冥想 又會開放 海洋公園裡頭的高峰樂園 做這個 露營體驗 喂 大佬 麻煩 這家的海洋公園 不要動思效頻 往事那個 海洋公園主席聖志文 搞了一個什麼哈魯衛 就是叫做萬聖節的活動 他就大受歡迎 那你現在海洋公園 搞了什麼瑜伽 冥想 露營 完全是不對題 一個市民怎會 山場水遠 走到海洋公園 玩什麼瑜伽冥想露營 為什麼那個哈魯衛會搞得成功 就是因為聖志文有一個市場觸覺 他以前是在蘭桂坊那裡搞酒吧 他搞酒吧的時候 他就知道到底 哪些遊客是他的目標對象 正正就是那群年輕人 喜歡刺激 喜歡新奇好玩 那個哈魯衛正正是迎合這群人的口味 不會有五六十歲的 中年人士 甚至乎長者走去玩 玩鬼屋 嚇自己 傻 但是他搞得成功就不代表你搞這些東西是會成功的 你搞這些東西就變成了東師孝貧和不無正業 我不是說崇洋 不是說崇拜吹捧這個猶太人聖志文 而是你劉明偉做主席搞這些東西就是不無正業 海洋公園搞什麼瑜伽冥想 這些東西完全就不夠獨特 是不是 如果我要做瑜伽 我要冥想 我在家裡做也行 我去一些上課的地點做也行 我為什麼要山長水遠走到海洋公園 你告訴我海洋公園有什麼特色 是我作為一個市民作為一個遊客 不去做瑜伽不去做冥想是有損失的 但是聖志文搞那個哈魯衛 就是全香港只有他獨有 是不是 玩那些機動遊戲也好 玩鬼屋也好 扮鬼扮馬也好 是他那裡有 是不是 你玩這些東西 只有你那裡有嗎 你怎麼會吸引得到人去參加 還說搞什麼露營 要去露營 香港大把地點 是不是 現在 香港人困獸到已經困了八個多月 什麼本地遊都沒有什麼人參與 是不是 長洲 平洲 東平洲 煤窩 大澳 全部都去了 還跑去海洋公園露營殺岸 所以我早就有一個建議 就是你海洋公園 往後的定位 究竟是不是應該繼續做一個主題公園 還是還原基本步 搞海洋生態 搞動物園就算了 最好保留獸衣 只養海豚和海獅 花多少錢 怎麼會虧百億 你現在搞什麼搞笑 虧百億 正正因為海洋公園的人 全部都是資深的 是不是 你那些高層人士 越高層 那份薪金越豐厚 全部都浪費 所以怎麼會不虧錢 你最好什麼都不要搞 只當它像海洋版的冰頭花園 這樣就有限 一年最多虧兩三億 香港人絕對是給得起的 如果你只是搞動物園 虧兩三億沒問題 我相信香港人也會接受得到 但是你搞什麼主題公園 一虧就虧這麼多錢 不搞好過搞 你不如把那些錢 協助員工轉營轉業 好過啦 啊 尤其是你那些高層 究竟收多少錢 有沒有公佈的 不如拿出來給大家笑一下 好嗎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